有些人會說血精是病嗎 是一個什麼診斷嗎 你好像休息了 還是有一樣反覆這樣的情形發生 它是一個現象 是一個症狀 要讓你開始去意識到 你是不是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蘭芳 歡迎加入我們可樂研究社的 官方LINE 這一個只有這一個 不要再說你去官方買到假貨了 加入這一個不會有假貨 你對馬卡對產品有任何的問題 裡面還有影片啊等等的 都可以藉由這個官方LINE去提問 然後它裡面也有客服人員幫你解答 所以這一個不要加錯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雪蘭芳 歡迎來到可樂研究社 你的兩性知識專賣店 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是 射精有血就血精 那血精是怎麼一回事呢 導致血精的原因有很多 有些人會說血精是病嗎 是一個什麼診斷嗎 它是一個現象 是一個症狀 要讓你開始去意識到 你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行為或原因 導致這樣子的問題 要開始矯正自己了 比如說 第一個 如果你性行為太少 或者是你自衛次數太少 也有可能導致血精 因為累積在裡面的東西多了 它壓力大了 射出來有可能血精 第二個 性行為次數太多 也有可能血精 因為你一直射精 鼠精管一直收縮 其實收縮久了也會 微血管破裂就會有血出來 這個是射精行為方面的 如果是身體器官的問題呢 那有可能是發炎 攝護腺發炎啊 有或者 嚴重一點 有可能是癌症 所以不要小看血精這件事情 如果呢 你單一次 你可以觀察一下 可是如果你發現 你好像休息了 還是有一樣反覆這樣的情形發生 那麼我還是建議你 記得去醫院找明尿科醫師去求助 因為畢竟導致血精的原因太多了 我沒有辦法透過影片 就觀錄音告訴你 你是什麼樣的血精 所以這些只能讓你知道 血精是不正常的 是不應該出現的 當它出現的時候呢 你除了開始思考自己的行為啊 或者你的身體是不是出了狀況 那剛剛講的呢 就是有生理性的血精 或者病理性的血精 就是生病了 或是你的因為自己的行為導致的 其實這些都有可能 那如果你血精的需要停止性生活嗎 如果你是因為太少射精 或者是太長射精引起的話 是不用特別停止很久 你可以先休息一下 如果你發現你休息之後 你的血精的狀況就改善的話 那麼就可以繼續行防 但是你的繼續行防 必須要調整一下頻率 不是繼續很少或很多 過油不及都不好 剛剛好是最好的唷 那其實大部分都還是良性的 可是不能忽略少數惡性的可能 還是要正視自己的身體健康 你還是必須要健康安全 你才會有愉悦的性關係跟快樂喔 喜歡影片的人 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留言 開啟小鈴鐺 掰掰